哈喽 大家好 欢迎观看黑影TV 今天咱们接着聊跑步 这个要开一个新的小系列啊 就我突然想到了 之前断断续续或者零散也说过 就是关于跑步的数据 之前聊过一期就是一些数据是怎么回事 比方说什么触地时间呀 不贫不服啊这些 这系列呢 主要着重说一下跑步数据呢 怎么去管理它 什么意思 就是说现在是一个数据化的时代嘛 我们大家什么东西都靠都有一个手机 大家看所有跑步的人都带一个手机 或者说呢跑完以后都分享一个自己跑步的路线图啊 跑多远呀什么的 那单次的当然没问题 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到 那我们怎么把这些数据系统的管理起来 并且让它变成我们的一个财富 所谓财富是 不是钱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积累 相信这点呢 很多人应该都有这个追究 谁也都 谁都希望说所有跑步纪录最后都在一起 不希望说可能这有一点 那有一点 最后怎么样 但是呢 很多人我发现呢 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本身的工作背景和技术背景呢 就是跟技术类有关的 并且我对这方面非常的热衷和喜爱 我也可以比方不谦虚的说 还有小有一些心得和小成就 所以呢 它硬是在我的跑步上 就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在这方面 今天呢 咱们是第一期 我来说一说 我常用的软件 还有一些建议 我最开始跑步的时候呢 是2015年 2014年底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坦白说 那个时候加明其实 都是相对比较专业一点人在用 大多数人呢 还是在用 可能都不用什么 在用手机 或者怎么样 但是那时候其实国内的手机的跑步软件非常非常的少和 没有现在这么的发展的这么好 功能也很简单 那时候我就用Nike Plus 那时候还叫Nike Plus 就是Nike加号 现在已经叫NRC了 那时候用那个呢 也有局限 那时候Nike Plus有两个版本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很早以前的iPhone用户 是内置了一个Nike的那个Nike Plus的应用的 那个应用呢 是没有GPS的 不是靠GPS去定位和轨迹算距离 是你要买一个支持Nike Plus的鞋 那个鞋呢 把鞋垫掀起来 然后在这鞋顶这能放一个大概这么大的一个传感器 那传感器要单买 当时我是在三里屯的那个Nike的店 买了一双鞋 买了一个传感器放进去 靠蓝牙 连接上你的手机 然后呢 你跑步呢 就像现在 其实有点像现在这个Stride的那个意思 然后呢 他去测一个距 其实当时也不知道准不准啊 用那个跑了大概有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之后呢 我就转移到了跑步机上 一开始跑步机呢 还是用那个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减肥 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个配速和准确度 反正那时候跑步机上告诉我跑了四公里的时候 那个东西告诉我可能跑了五公里 或者是四点多公里 也就是这样 你要多靠那个G 再后来呢 我发现App Store上 Nike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跑步的软件 就是现在的这个NRC的前身 是可以通过GPS来记距离的 而且呢 还有一张地图能看到轨迹 哎 我觉得特别神奇 然后就开始用 同时呢 这两个数据当时是互通的 等于我数据一直没有丢 从我人生的第一次跑步 到现在我数据都没有丢 所以呢 我人生所有的跑步 最全的记录是在这个Nike里 我在这个Nike已经是荧光黄了 将近16000公里 大家可以看到 再后来到了15年的夏天 我就买了人生的第一块加鸣 那时候是买了一个Phoenix 3 还是挺不错的旗舰款的 挺贵的 就开始用加鸣 那时候开始用加鸣呢 就没有办法 只能从头开始 就加鸣里的数据是从零开始的 因为那时候Nike没法导出 当时还不行 但是呢 从那时候的时候呢 Nike跟加鸣就是互通的 就是账号能够连接 你在加鸣里的新的跑步 就会同步到Nike里 但是反过来不行 也就是说呢 其实我在Nike里还是在积累了数据 并且呢 数据也都是全的 它还能显示是来自于加鸣 说到这儿 就引出了本期的主要话题 就是 如果你用加鸣或者像现在用高驰 或者用什么也好 你怎么注册账号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这么麻烦 那个时候不管是Nike还是加鸣 全球是统一的账号体系 那时候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这样 但是这几年网络环境变了 咱们在这个平台上就不多说 大家都懂的 Nike和加鸣都纷纷开通了中国区 中国区是一个独立的区 跟世界是不一样的 就跟global是不一样的 这个区的账号体系也慢慢变成了独立的 而且他们的共同做法都是把以前 比方说你填了中国的手机号 或者你选了你在中国 你是中国大陆 或者简体中文等等 帮你把账号自动的转到了中国区 当你发现的时候已经转过来了 加鸣在一开始的几个月 还可以通过客服转回去 现在已经不行了 需要人工自己去做 这个咱们下一期再说 或者后面几期找一期再说 那就引发了一个问题 一开始加鸣跟这个Nike是同步的 而且我很早之间接触了Strava 大家好多人其实我发现 我身边有一些跑步的朋友 不知道Strava这个其实很正常 因为我们的互联网确实比较的独立 独立啊 然后呢Strava是一个特别好的跑步社交分享 如果你买了会员 他还有一些分析各种的一个平台 不光是跑步 骑车游泳 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 当时很早我就把我的家名 Nike和Strava连接在了一起 所有的数据的产生都靠我的家名的那块表 然后呢一旦跑完步 同步到家名以后 家名就会把这些数据同步到Nike和Strava去 并且呢还能排虫 就是比方说我这个Strava有多个员也可以排虫 一切都很美好吧 但是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因为有了中国区了 就麻烦了 为什么呢 这点稍微跟大家说一点偏技术来的话题啊 这种授权 大家发现 不管你是在现在的国内一些跑步软件 不管是咕咚 高持的软件 或者是像加明的软件里 你想连接第三方 它都是唤起了一个第三方的那个登录框 让你登录一下 然后选择同意授权就OK了 对吧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技术叫OAUTH 就是OAUTH技术 OAUTH准确的说是2.0的技术 1.0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其实就是你把用户名和密码提交给了第三方 比方说你想在Nike连接加明 其实Nike是获得了你的用户名和密码的 就是在加明的 但是2.0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是这样 不管你是有些网站用微信扫码登录 还是用微博登录 还是用QQ登录 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技术协议 就是他其实是唤起了一个第三方 比如说在Nike要登录加明要绑定加明的时候 他其实在Nike里面唤起了加明的一个做的登录框 而不是Nike的 你填了用户名秘码也是发给了加明 并没有发给Nike 这个时候加明一看 对 用微博是对 同时这个授权是从Nike发起的 那加明就把这个授权成功的信息返回给了Nike 并且返回给Nike一个有时效的 唯一的只能让Nike用的一个 大家可以认为是一个token 或者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钥匙 通过这个呢 Nike就可以去请求你在加明的数据 并且呢 Nike可以默默的去刷新这个授权 同时这个东西只能给Nike使 别人拿到了也获取不了这个数据 这就是他的这个技术优势 他规避了几个问题 第一呢 Nike就不可能再知道你在加明那种名秘码了 他只能拿到这个授权 然后同时呢 这些授权呢 加明还可以单方面的吊销点 这就是说大家在加明的后台可以看到 你可以断开连接 对吧 所以说呢 这种授权 从Nike到加明 从加明到Strava等等 或者说从其他的一些平台吧 从加明到咕咚这些国内的软件 都是都是这样的 那这时候国内的账号就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 大家发现有一阵子 Nike还没有本土化 就是还是Nike.com 但是加明本土化了 那一阵子 新的加明的注册用户 如果注册了中国大陆的账号 那你连不了Nike 后来Nike有了Nike的CN的这个本土化 他俩才能互相连 然后Strava至今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加明的号都不能连 这就是一个局限 包括好多国 但是呢 国内的一些跑步软件 好像像什么 就那个马拉马拉 到我名字那 还有这种软件 就是比较 就是本土化做的好一点的 他在连接加明的时候 并不能让你选择加明的国际区 还是中国区 像RQ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有的软件就会发现你选加明国际 还是加明 这也不一样 如果呢 这个软件本身像这个马拉马拉 这种 他不支持绑定加明国际区账号了 那就是反过来的一个效果了 他只能绑定加明中国区的账号 但是这两个账号体系是完全隔绝并且独立的 那就你面临一个选择 如果你是一个本土软件的应用 就是用户 比如我就用国内的跑步软件 我就在中国大陆跑步生活一生 我不可能再有那些需求的话 那就注册加明CN的是没有问题的 你只牺牲了一点 就是你不能用Sdrava了 就是你的数据同步不过去 反过来呢 如果你希望和世界连接 比如举个例子 现在因为这个特殊情况 很多比赛变成了线上的 对吧 像之前东京马拉松有一个线上赛 我还有幸参加 并且抽中了线下赛的名额 像这种啊 他都是用国际化的一些跑步软件 那你有时候你不愿意下那个软件 像我吧 我不太喜欢说 用那个软件下载下来 开上那软件去带手机去跑步 我还是用我的表 表软件还是用你的加明 那他不能同步过去就很尴尬 那软件又不支持手动上船上去 手动上船数据 对吧 如果你有这些需求 或者Strava的需求 或者有Training Peaks这种软件 或者Final Surge这种 比较专业的教练化的软件的时候 那还是要注册国际去的账号 所以呢 我觉得啊 如果您是一个很严肃的跑者 希望获得更多比较先进的知识 我觉得像在这方面 运动 叫运动的怎么说呢 运动规划 运动训练 这些甚至包括饮食等等 更加科学的一些 或者更加前沿的一些 可能现在国外或者说西方 是领先于东方的 像日本马拉松运动员 很多也是去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训练知识 他们的一些在线的平台 包括Strava也好 Training Peaks也好 玩铁三的可能 Training Peaks都听过 都比较的专业 那这个时候呢 注册一个国际区的加明账号就很就很好 像高池也一样 高池也分国际区和国内区 注册一个国际区的可能会更好 但是呢会有一些小限制 对 还有比方说像这个Straight Straight也一样 就是它的一些同步也是要限制区的 就是Straight也不能同步国区的加明 就是你在国区的加明也同步不到Straight上去 但是国际区有一些限制啊 你在这个手机软件上其实没有什么都一样 包括那个加速度也一样的 也是国际区跟国际区是一套 中国区跟中国区是一套 但是有一些问题在网页上 就你在电脑上打开的时候 如果你是国际区的账号 我们去的是connect.garmin.com 中国区的是connect.garmin.cn 这两个不一样 最早最早 加明没有分区的时候 你选那个在地图那一块 是可以选Google 百度和其他一个小什么open map 但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中国区是百度 国际区只剩下Google open map 还有一个什么我不记得了 这几个地图呢都是只有一个 好像是一个没有名的地图是没有偏移的 否则都会有一个偏移 这个偏移我多说一句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发现你在用国外的一些文件 看我们中国区的定位的时候 你不在意这个地儿 它整体偏了 就是你得跑步路线 整体偏了 很早之前有一阵子那个nike plus 都这样 后来它修复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我们是个大国嘛 我们有自己的国防啊 一些各种的一些要求 所以我们在GPS的坐标上 做了一些手脚 就是我们的那个坐标是偏移的 而且这个偏移呢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很简单 就是都是向左上偏了一点 或者向右下偏了一点 它是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呢 你想拿到想授权 比方说我是一个地图的运营商 比方说我是Google地图 我是百度地图 我是这个什么地图 最早没有北斗的时候 包括现在大家还是以GPS为主的 GPS给过来的信号是 真的物理信号 就是你在地球上这个点 但是地球上这个点 比方说现在我在北京的东三环边上这个地儿 准确的地球上这个物理的点是这儿 但是我们的地图绘制不是这儿 可能地图绘制是那儿 那这时候需要一个计算 换算这两个点 大家发现有些软件啊 或者有做开发的也应该知道 用第三方的库帮你解决这个偏移 当然那些其实都是靠就是经验 就是他看了好多这个点 然后他算出来的 那个算法并不是官方授权的 我们国家是授权这个算法的 但是你要通过这个审核 并且呢交钱才行 所以好多国外的那个 跟地图的关系软件都会偏 这个大家应该就能理解了 定位会偏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问题好像不是那么严重 对我来说更多的可能还是 跟全球连接比较关键 而且呢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用 这个国内的一些跑步软件 这是我的一些情况 刚才也说了 如果您用国内的 那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我对这个软件注册区的 一些建议 然后呢 说这个的原因是说 我发现啊 有些朋友一跑步之前啊 恨不得他带俩手机 开四五个软件 同时点开始 点了一路开始 爬爬腰里装 然后开始跑 生怕漏掉一个 这我能理解 可能不同软件 有社交属性啊 但是其实大多数都能通过数据同步去解决 您多去研究一下就好了 搜一些关键词 比方说 你想加明到Nike 你就搜加明 控格 同步 控格Nike就好了 而且如果您是搞技术的呢 或者不搞技术 现在也有那种图形化界面的 其实可以导出Nike和加明的数据的 比你去网上点那个下载要简单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同步 导出数据呢 这些呢 数据格式呢 我们后面再说 这一期呢 主要就是先说一个开头 就是我怎么看待跑步数据 还有我对这个 这些账号体系地图的一些理解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 想进一步知道这些 那希望大家能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您是YouTube的粉丝呢 你打开那个小铃铛 这样我再一发 您就能看见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